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2月20日 星期一 今天 雖然 是假立法會選舉 但是我們今天也會有很多節 跟大家分析這個2021年假立法會選舉 因為 這個選舉應該大家除了不投票之外 最有興趣關心的 就是那群 偽民主派 假民主派 其實嚴格來說他們是叛徒 走進去選立法會 到底他們進去 繼續想發聲 現在投票的結果會如何呢 跟預計差不多 當初估計 就是他們可能會有些假民主派會贏 因為中共想他們做花癖 根據目前 目前就是 星期一的早上 點票還是繼續 進行中 但是大概的結果就已經全部出來了 所以我們就先拔頭籌 跟大家 發言 所有的偽民主派 舔共舔出禍 幾乎 清一色 全軍盡默 這個對香港人來說也是喜訊來的 證明 叛徒是沒有用的 出賣香港人 出賣原則 玩選舉玩得很過癮 到最後你也不可能會贏 就是真的做陪跑了 人家就是選舉 人家就是假選舉 你就去幫忙陪跑 這件事 真是陪了夫人又節兵 晚節不保 不但止 還要為他人作嫁衣償 這件事 真的錯得離譜 好 我們這節在說之前 請大家留意 我們會有大量黃標襲擊 直接是政治打壓 直接不給廣告 我們會在節目裏面貼一條連結 右上角的畫面應該有一個位置 叫大家點擊下去 點擊下去就是那些有廣告的影片 我們會把它貼在那些黃標的影片裏面 這節如果有的話就會在右上角出現 如果沒有的話就只是這節賣到廣告 請大家如果這節沒有的話就幫我們點擊右邊 打開那一節 瘋狂播放那一節 這是我們其中一個應對辦法 第二個辦法 當然希望大家繼續訂閱我們的Patreon 不能夠依賴Youtube Youtube不斷地出政治打壓 希望大家能夠訂閱 繼續支持六部曲 今天就是有 較多的影片可以賣廣告 但是差不多還是 20條影片 有15條也賣不到 所以我們會留意 沒有廣告的影片 限制了的 我們就會在右上角貼出連結 在那張圖 點擊下去 打開那節就是幫我們播放 那節你搞了沒有聲音 就會在旁邊播放 請大家幫幫忙 繼續和大家看看選舉的結果 看看香港島 香港島西面 香港島現在分東和西 香港島西是三個候選人 一個是葉劉淑儀 一個是陳學鋒 一個是方龍飛 葉劉就是當選 現在他獲得的票數是65,694票 另一位是民建聯的候選人 陳學鋒 現在是36,628票 我們可以假定這個選舉是只有建制派 投票的 不過不要緊 即使我們不承認這個選舉 也要 去研究 跟你不承認中共的權鬥 但是他開六中全會 大家都會研究 是同一個道理 方龍飛也是自稱是獨立民主派 所以輸得 趴街 輸得離航離辣 這是第一區 然後就是香港島東 香港島東又有個假民主派 這節是研究假民主派 這個叫做潘卓雄 當然就是落選 贏的那個叫做吳秋北 第一名是工聯會 第二名是民建聯 大家沒有聽錯了 不是工聯會贏就是民建聯贏 再不是就是新民黨 另外一個新民黨的成員叫做廖添誠 就是23,000票也是落選 潘卓雄就是14,000票 也有14,000票 我們真的不知道那些人在想甚麼 可能他真的獲得建制的票也不出奇 第二名是29,000票 吳秋北是64,000票 贏得離航離辣 接下來是大家很關心的馮檢基 馮檢基選的區叫做九龍西 裏面有兩個立法會議席 有三個人去選 組合已經很過份了 擺明找你去陪跑 剩下那兩個就贏了 一個拿6萬多票 一個拿3萬多票 一個是民建聯 一個是西九新動力 梁美芬的組織 馮檢基 就拿了15,000票 也是落選 何必去幫助人陪跑呢 下一節再詳細說馮檢基 九龍東 九龍東當選過的就是鄧家彪 還有民建聯的 顏文宇 兩個都是拿6萬多票 一個拿6萬多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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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李嘉欣就落選了 胡建華就落選了 還有民主思路也落選 只有2000多票 也會跟大家再詳細分析 民主思路 變成死屍的屍 本台 聽眾最關心的是九龍中的選舉 大家都猜到了 三 三個人去選兩個議席 又是做陪跑 又是幫人 幫他人作嫁衣償 李慧琼不用說了 李慧琼就做票後了 現在看來看去 目前最高票就是李慧琼 95,000多票 第二個 就是 共產黨外圍組織的人 楊永潔 三萬五千多票 譚香文出來陪跑 做人家的花瓶 拿的是8028票 整班人出來幫忙陪跑 到最後 就是 共產黨沒有打算接收你們做立法會議員 這個也可以說得上就是本世紀最大笑話 大家以為走去 投共 向共產黨 欺負他的立法會議席 有甚麼值得呢 到最後 低票落選 你真是 輸到離航離辣 萬位都不到 排第二的三萬多票 相差足足兩萬多票 請問有甚麼意思呢 繼續下去了 到新界了 有些區域沒有假民主派 就不跟大家研究得那麼詳細了 新界西北周浩鼎和 田北辰當選 新思維那個人就落選了 學人也是做陪跑 扮中立 新界東南 又是有假民主派 假民主派又是落選 假民主派是蔡明熙 6,000多票落選 又是輸到離航離辣 另外 排第一的八萬多票 排第二的三萬八千多票 足足跟第二名的相差就是三萬多票 來到新界東北 新界東北的情況也是一樣 其實數來數去 你不是新民黨 就是民建聯工聯會贏 陳克勤又贏了 排第一 李梓敬 西門梓敬排第二 西門梓敬就是新民黨 假民主派 黃誠志就拿5,700多票 比譚香文還低票 然後還有一個民主思路 又是只有5,000多票 民主思路 沒有人當他是建制派 只有他們自己以為自己是建制派 很好笑 輪到新界北 新界北的情況也是一樣 民建聯劉國勳7萬多票 排第一 然後有一個 張欣宇28,000多票 叫做香港新方向 這些也是建制派 剩下那兩個 獨立參選人 曾麗文拿3,000多票 另外一個 沈豪傑拿17,000票 曾麗文也是假民主派 繼續扮反對派 進去拿騙選票 今天最開心的就是告訴大家 他們全部進去 扮民主派的人 全部輸了 去到新界西南 很多區都不知道怎麼分 有一個假民主派拿1,000多票 這個人叫劉卓瑜 這個人 我們很久之前就見過 充滿正棍嘴唸 典型《香港聰明仔》 有你們搞抗爭 他有他出來選舉 本來沒有人認識他 騎著區議會 出來選舉 學人做議員 也不止了 還要貪心 選立法會 大家 麻煩 本來也不想提這個人 現在輸了 可以說吧 免得益他 本來沒有人聽過他的名字 排第一 民建聯 陳恆斌 第二就是工聯會小花 那兩件豬扒 大樹和木頭的豬扒 那兩條八婆的其中一條 那個就是陳詠欣 說著你呀 八婆 其實跟大家總結一下 整件事很愚蠢 30%投票率 根本就是建制派的票總動員出來 簡單來說 這就是建制派唯威的選舉 然後 想你們出來陪跑 結果有一班傻佬 有班傻佬 就跑去學人陪跑 別人建制派選舉 他們就跑去做花瓶 結果就輸到仆直 真的 相當之弱智 但無論如何 現在也算是好消息 坦白說 如果讓他們這些人出賣香港 辦民主派 還要不知哪些位置讓他們贏得出來 其實對香港的傷害性 真的更加大 這節跟大家總結到這裏 因為還有幾節都會分別跟大家說這件事 這節就來到這裏 請大家留意 有沒有廣告 如果這節沒有廣告 我們應該會把它貼在連結 可以按進去 有賣廣告的 節數在裏面 請大家幫我們點擊那個 有廣告 的節目 我們會嘗試用新方法 看看可不可以使用 如果不使用的話 也是沒有辦法 也是要變回付費模式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裏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